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天心教主王心灵首秀央视王婉 唯一一个独唱的歌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网络春晚上 王心灵的节目是在第八个出场的 通过观察来看 本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网络春晚上 王心灵也成为唯一一个以独唱形式表演的歌手 其他歌手像是女高音歌唱加茂红和通俗歌手王西皇 肖云合作的就连人气女歌手西琳娜伊高都和美声歌手蔡成玉混搭 所以从这个演出设置上来看 王心灵就是得到央视格外关注和看重的歌手 天心教主王心灵首秀央视王婉 在节目播出之后 央视先后三次发文力挺王心灵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网络春晚的参演嘉宾足足有70位 一个细节就是很多歌手演唱之后都没有获得像王心灵这般的高待遇 那就是来自央视的力挺 除了央视新闻于当晚20.09分第一时间力挺王心灵之外 央视一套于1月14日21.39分点名表扬了王心灵此次在网络春晚上的表演 CMG观察于1月15号中午12点12分 央视网文于1月14日20点52分也对王心灵此次在网络春晚上的表演进行了点赞 首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网络春晚 就第一时间喜提央视新闻 央视一套CMG观察和央视网文于四次表扬 由此可见央视对王心灵的领域之高 即便2023网晚的参演嘉宾这么多 但是能像王心灵这样得到央视先后四次点名表扬的一人不多 天空是绵绵的糖 就算胎下来又怎样 雨下再大又怎样 干脆开心的临一场网络春晚上 甜蜜教主以一身凹外穿搭出镜 净显温柔 衣服上的彩虹元素又增添了几分元气可爱 2022年绝对是王心灵的幸运年 作为老牌艺人 王心灵在2022年的翻红像是一场意料之外 尽管已经出道快20年 通过湖南卫视这位个子娇小的女歌手穿上制服依然一副高中生模样 她的声音清甜灵动 睫毛根根分明 连动作都和当年一样轻巧俏皮 也因为王心灵在湖南卫视浪解三上的翻红 让她又成为娱乐圈炙手可热的的一人 在此 我们也期待王心灵今后多上央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